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各位聽眾大家好 這裡是星道中文電台對話韓仁節目 我是韓仁 馬英九終於入到中國大陸 開始他自己所說的製造參訪之行 他只行訪問的城市包括南京、武漢、長沙、重慶和上海 這個安排有些意思 我總覺得暗藏著馬英九心底不足為外人道的心意 我嘗試解構他的這種密碼 是斷古的 如果你問他本人是不是這樣 相信他會否認 但是結合馬英九幾十年來政治生涯來看 我覺得雖不中亦不願意 這次名為製造參訪之旅 勉強說得過去的 不過似乎不夠嚴謹 定為憑吊之旅或者更加準確 而他憑吊的是他心中那個已經一去不返 永遠逝去 但是他依然依依不捨的時代 從來未回過鄉下的馬英九 如果真是尋根製造 怎麼都要回去他的祖先長期所居之處 舉行一些祭拜儀式 和遠近族人認親戚 聚一下背份 這樣才算是嚴格意義上的祭祖 但是他只不過是去到長沙 雖然都是在湖南 不過離他真正的祖籍地恆山苑 還有二三百公里 就算他在長沙 擺齊三生香足 跪倒陳埃 向著南面家鄉的方向三叩首 都算是叫做搖濟 當然神中追遠 重要的是講心 我們拜祖先 甚至中國人 祭圈員 都不一定要回去阿爺鄉下 去甘肅天水 隔著海盒在台灣 隔著大海在美國 都做得到的 馬英九行程緊授 不能夠親身去祖先奴墓之前 奠回一杯酒 可以理解 他能夠取到長沙回湖南一趟 都算是很有心的了 但是隔著幾百公里上住鄉 這就叫做祭祖 怎麼都是敷衍了些 馬英九這次大陸之行 有些刻意淡化他的政治色彩 沒有安排去北京 而是選了武漢、南京和重慶 這三個和中華民國 有極不尋常關係的城市 反映了他別有心意 大家都知道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首爾柱 中華民國的誕生地 南京是中華民國的首都 國父孫中山先生寧霧所在 重慶是中華民國抗日戰爭時期的臨時首都 很顯然馬英九想追懷的 是他父輩和他曾為之奮鬥過的政權 不過必須指出 國家和政權是不同的兩個概念 中國這個國家還在消失的 只不過是在大陸曾經存在過 三十八年的中華民國這個政權 以及現在局縮於台灣一遇 很快就會消失的 所謂中華民國這個偽政權 馬英九今次大陸之行 選去南京、武漢和重慶 實際上就是在他的心裡 憑吊那個無目以拱的中華民國 去上海就是提前祭奠那個行章就目的 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 前幾十年 台灣人經常掛在嘴邊的是大陸的貧窮落後 一直到今天 還有一些人以為大陸人吃不起茶葉蛋 在上海馬英九可以親眼看看 現在大陸經濟發達地區到底是怎樣的 和台灣人引以為傲的台北高雄作一比較 看看哪邊才是代表國家的真正前途 苦金追悉 或者馬英九會生出很多感嘆 不過已經沒有很大的現實意義了 如果有真正的家國情懷 他最應該去的地方 我個人認為是北京 他曾經在新加坡見過習近平 如果他是真心推動國家統一的 最好就是在北京和習近平再見前面 切切實實談談兩岸統一的具體問題 他沒有這樣做 所以我極懷疑他對國家民族前途的誠意 他以前提過不統不獨不武的三筆政策 後來改為不推動兩個中國一邊一個台灣獨立的所謂新三筆 核心還是不統 核心還是不統 這次他去到中山寧 提詞是和平奮鬥振興中華 說話也是迴避統一強調和平 和他的不統不獨不武始終一脈相成 參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他講的是什麼 不管在海峽的哪一邊都應該自立自強 面對外來欺凌要勇敢抵抗 強調的還是兩岸自立 在武漢參觀新海革命紀念館的時候 他模仿孫中山喊的口號是 三民主義 五權憲法 總之就是免得過絕口不提國家統一 當然馬英九不提統一 不算是什麼大錯 更加不是罪 但是他的這些言論 代表了他們這些國民黨人的心態 就是國家統一不用提 大陸千萬別打我 兄弟對外可同心 一家團圓就米與我 但是時代已經不同 中國的統一不能再拖下去了 我認為事到如今 北京應該對國家統一有一個 與時俱進的新構想 不統不獨不武這種馬英九的理想 不應該給他再有存在的空間 明年台灣就要大選 如果國民黨上台 北京就要和他定立一個和平統一的時間表 和實施方案 如果民眾黨仍然在台上 還堅持靠美謀獨 就要強力推動武力統一 總之國家必須統一 和統只是武統 台灣當局必須作出選擇 這個星期 中國外交部忙得不可開交 中美洲國家洪多拉斯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馬英九執政八年 和大陸外交停戰 僅僅失去一個邦交國 而蔡英文七年九段 剩下區區十三個 蔡英文又過境美國 訪問中美洲僅剩的那兩國 說不定訪問完回來 又會少這樣一個 但是他必須去 因為訪問中美洲只不過是順路 重點是他想見美國高官 只能靠過境這個機會 如果馬英九去北京 會見到外國政要排隊來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馬來西亞總理安華 西班牙首相桑設施 出席員博奧論壇接總而來 下個月法國總統馬克龍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會來 巴西總統盧拉感冒好 日後都會來 連美國總統拜登都說 他已經叫國務卿布林肯盡快去北京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蕩 順之者槍 逆之者亡 大陸和台灣哪個槍哪個亡 只是看哪邊的外交部亡於接待貴賓 哪邊的外交部亡於降旗走人 每天就一目了然 所以馬英九今回就算到道不去 本來都應該去北京 他沒有安排 是心結還未完全解開 馬英九今年七十六三 人腦就懷舊很正常 但是人總是要向前走的 要向前走就要看著前面的路 頻頻回首緬懷過去 停低腳步 憑吊細水 不免會被前進的時代拋棄 套用廣播佬經常會說的那句話 留給馬英九和他國民黨同志的時間 已經不多了